2021竹山牛五花竹艺灯会 24号试点灯 并将于31号正式开幕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来访 竹山全镇动起来 社区、学校、老人会等社团投入灯笼彩绘行列 宗教团体规划竹艺灯区 镇内竹艺家全力制作竹艺灯等等 每一个人都希望竹山再次活摞起来 2021竹山牛五花竹艺灯会 24号试点灯 竹山全镇动起来 社区、学校、老人会等社团投入灯笼彩绘行列 宗教团体规划竹艺灯区 镇内竹艺家请尽全力制作竹艺灯等等 每个人都希望让竹山再次活摞起来 镇长纯德姆表示 2021竹山灯会试点灯将竹灯介绍给民众 了解竹山有许多优秀的工艺家 无论是竹编、有力工艺都有很好的成就 而此次灯会就是要让所有民众一起参与 将竹山的工艺之美存现在大家眼前 2021竹山牛五花竹艺灯会 今天就是一个四点灯的一个时间 在12月24号与严丰业本体这个四点灯 开启竹山的一个竹艺灯会的第二届的序曲 现场刚才我们也表演了整个 让你妈妈扭一下了一个大的大型的三五百人的一个 廣場舞 非常棒 非常壯觀 我們後面所看到的燈 就是我們今年的特色主燈 就是我們的花五情的一個主燈 它只有的流離跟竹編的特色 展現竹山公寓家所創作出來的之美 竹山的公寓家非常的多 竹山是一個有文化內涵的一個小象征 希望說藉由這樣的一個竹藝的 一個編織展示 讓一個燈會的期間 展示公寓家的一個才華 讓竹山的一個小鎮 讓人家看得到竹山是一個 多麼的文化的地方 醫院吳瑞芳 蔡孟兒 郵靠都紛紛表示 竹山燈會一年比一年熱鬧好看 歡迎全國民眾來竹山看花燈 買竹山特色回家 我們今天我們燈會賣入第二年 你看鄉親人 我們很多人都來參與這個點燈的儀式 我們要感謝政長的用心 還有主席之兵團隊的合作 大家的配合 希望今天的燈會能夠這個活動能夠圓滿成功 工作團隊在這次新的竹藝燈會還那麼用心的舉辦 那也希望這66天的燈會也是挑戰全國最長燈會 那我們大家相信可以一起邀好朋友 一起來竹山 帶大家一起推廣 一起行銷竹山 那最後也要祝福各位所有的各位好朋友 大家新的一年2021 大家牛年行大運 這一次也是充滿著許多的驚奇 在這個狀況之下讓大家更瞭解竹山 公主表示 《劉舞花族藝燈會》 今年作品總共有六十三件 分別規劃在五大燈區 民眾只要逛燈區 累積35點以上就可以兌換精美禮品 還可以即時點換一張錢母套票 摸彩券 在2月28號閉幕那天就有機會抽中指南宮前母套筆 希望大家把竹山最美的印象留在回憶之中 也要讓每一位來看燈會的遊客滿載而歸 記者再次期竹山正採訪報導